冬季的时候呢 带妹子出去旅游 你一定要选好项目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你不能去选那些观赏风景的项目 比如说去看日出啊 或者什么酒在沟 去看那个美景 因为太冷了 谁愿意这么冷的天 跟你出去乱搞 所以说呢 忘了搞什么 就本来你的目的 就不是去看风景的 那还能心智路平 女生说就算要干嘛 我们找个暖和的地方 对吧 不要在这里好不好 而且不要起很早的云 那么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什么呢 冬季滑雪 很多人说滑雪那不是更冷吗 错了 滑雪是什么呢 是这个运动 很暖和的 而且呢 整个过程很开心很happy 那么除了滑雪以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泡温泉 冬天泡泡温泉 这种感觉真的很舒适 所以说你冬季你的旅游项目一定要选好 不要去什么 去什么古镇 哇什么门的钥匙 好 那么当然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你要这个有合理的理由把女生约出来 嗯 嗯 那么有哪种理由呢 就是最好的理由 就一般你要约女生去 她可能还不是你女朋友 那么最好 最容易让女生出去的是什么呢 是你已经有了很多的朋友了 嗯 对不对 你说啊我们整个酒朋友 哎你也见过的 对吧 饺子啊 这个欢歌啊 这些都要去 哦 对吧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 对吧 还原来都是朋友 就去了 对吧 然后去了过后呢 别人情侣都住在一起 哎这么好 我俩不可能单独开了船 咱们这么贵 对吧 套路好深啊 就只有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一个套路 但是呢 很多兄弟说 浪哥我没有你这么多的朋友 嗯 我就是一个独行侠 但是呢 我约女生出去 女生绝对会觉得 就一下就会明白 哎 你要干嘛干嘛 这个时候浪哥教你 独行侠怎么做呢 一定要当着女生的面 订两间房 哈哈 知道吧 一定要找人 那我一起订 对一起订 一人住一间 对一起订酒店 所以说这个是最好的 比如说我们说好的 最好的 我们去订酒店 一起选择酒店 一起来制定行程 女生会觉得 哎 你确实是在旅游 还蛮放心的 还蛮放心的 而且他在监控整个过程 他比较有安全感 对 你说那好 那我们就订两间 单间房 对啊 那肯定啊 对 你要靠窗的 你要靠海的 还是要靠 我要海景的 海景的啊 那我就住你旁边 对啊 好 然后呢 当着他有面 订好两间房 嗯 今天就约好人啊 下周见 好 他回去过后 马上打电话给酒店 你知道吗 啊 去取消一间 然后呢 马上加这个 前台的这个微信 发这个100块红包 嗯 说 但他问到的时候 一定告诉他没有房间 哦 所以去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知道 我说这两天 这还两间房 辛苦 不好意思 我们只有一间 我这 这 这 定了两间房 怎么回事 银币啊 银币啊 对 当场要发火了 你知道吧 很感觉 按不住你这儿了 然后妹子会说 哎呀 算了吗 这样 我什么情况 你就是 对吧 没关系 我相信你 这个还要真正的 套路 不知道兄弟们 学会了没有 如果兄弟 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